就是民间由夏和尚的声音 那么昨天大概已经谈过 针对政府主办的国家能源会议 我们有民间的观点 那么经过大家的讨论 再等一下我们的防保人员的刘军署刘会长 会会整大家的意见的一个声明 代表民间能源会议我们的声音 那么一般的能源到目前为止 都被垄断 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 是一个由上而下的 是一个集中的 是个大型的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地方与社区地电的发展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开始使用 由天堂来的能源 而不是由地域来的能源 煤电 煤还有核能都是地域来的能源 如果出了事情 又造成地域式的效果 所以又称为地域式的能源 那么所以呢 我们民间希望能够用绿电 当做我们台湾未来的机会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产生分散的 社区的 然后由下而上的 这样的一个绿电的发展模式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所谓的地方自治体 跟民间的伙伴关系 所谓地方自治体 指的就是县市 这里 怎么样号召民众 用社区型的绿电 来展开另外一种 新的台湾的绿电产业 今天是这样的主题 在日本福岛以后 更多的地方自治体出现 在做什么 做绿电 包括风 包括创意发电 等等 还包括用能源合作设的方式 号召全民入股 然后大家一起来发电 除了这个以外 跟各位报告 民间也希望能够 创造一个新的能源的产业 比如说 台湾的压电材料的效率 是全世界第一名 什么叫压电材料 你们一定听过发电地板 走路就发电 只要不发电地板 台湾是50V 相对于日本的12V 中国的6V 我们是全世界效率最高的 那个厂商在台中 可是他在台湾 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 因为最大的敌点叫做台电 他最不需要你发电 所以他现在的生意做到印度 印度在两个月前 九条高速公路 跟台湾的厂商 签约 印度的九条高速公路 一系之间变成发电厂 各位 这个是不是台湾 也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来帮忙这样的厂商 在社区 在地方 来那种发电马路 发电步道 接下来 听说11点钟 科幣要到 作为他的市政部份 当然市政部份很多了 整百个 不吵了一句 但是 我跟他说 喂 台北市有指标意义 台北市做了意见 全台湾的县市都会看着 就会跟着做 不要等作用政府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昨天 楼市五路的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 还有包括云领的 送房屋的事情 我们发现我们不需要装政府 赶紧把他毁掉了 我们有在地的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体由下上就够了 所以我在这边 跟科幣建议中 要不要在我们的西门町 全部铺成发电地板 让去西门町玩的年轻点 每个人都可以为台湾 台北市发电 因为这是发电地板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发电的能力砍降到很低 只要你走路就可以发电 而不是以前台电刚过 那都是专家的事情 结果那些专家 后来变成专美害人家 各位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 今天我们有两个贵宾 来跟我们分享 第一位当然是 洋水重电 赫赫有名 但是台电也是 要理不理的 曹县长来跟我们 做分享 第二个当然是 太阳房屋的 太阳屋顶的计划 高雄市 用地方自治的法令 那么做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个过程 民众就有参加 所以有 留我们的高雄市 工程局的建管书的 留工程师 来跟各位分享 好 那刚刚曹县长大家都熟 那么也高兴 在座很多的贵宾 包括我们的 荣义吴院长 也在这里 那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 用热烈的掌声来 欢迎第一位 我们的 曹县尤 曹县长来跟我们 一起 洋水重电 谢谢 二十五名 谢谢 各位好朋友 非常高兴 跟大家一块来探讨 我们在地的经验 那么 在座每个地方 每个地方有 每个地方的 比赋 那么 不一样 每个地方都应该要有 实验性 所以我们大概 屏东 我们 不能够辜负我们的老天 所以当时大概 我们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来推动这个工作 好 那么我们八八水灾 算是太严重了 这个人有没有抽地下水 抽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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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八八水灾 地下水 那么大的水 怎么抽都抽不掉 那有没有可能 把他转变 恶定 那么这么坏的地方 就是在做台湖电 这样 互相来做是一样子 对 对 来我们塑福 那这个基本的过想是这样子 然后 大水的时候 不要隔壁 一样 就是 那这样的过想 提出来很多朋友都说 赞 但是 分明自己不知识 特别 碳光电源说 会被污名化 或者造型 等于在公家的污 污 做很多 所以我们后来都 死在那边 因为没有维修 一直开了也算了 特别我们观察很多 小学 或者地震输手 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没有引进的商业模式 那也不可能 维修就是要厂商的维修 那我们就坐着台湾电飞 所以 再生的电话 通过之后 那我们常常来关心的朋友 就会跟我们通知说 诶 我们要把握住机会 所以再生 那边延连的时候 周老师就跟我就 赶快走 赶快走 我就把握机会 可是 当时的混沌队队长 他就 避免了 我这第一 第一 他也可以让我们 这个 民族要救他 所以 那 签跌的日期 这个 还要把握住机 那如果水仙游戏 对此都讲好 我们才会遵守 可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是设了很多障碍 让我们没法走下去 所以现在我明白 其实八般水在这里 都是沿着非常严重 我们地震下限期 有最高的 是到3.7米 我们不能够这样长期 让国土稳陷 所以 平安人物的力场 就是要补足 这些水 海水养殖 然后你能够抵抵抵 没有再养鸡 用这样的方式 第一点我们期望25的Mengalwa 第二点100-300 尽可能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替代 然后把圆子的事情能够把它解决 那过度理想的话 有时候就是要挑战 所以我们勇于改于梦想的在这一方面 A既然也不達出席的目標 我們真的要是退場做不及 這個地方大家有機會 我們大概是希望 我們希望是什麼高牆 A水或者氣候變遷之下 我們的孩子說帳的話怎麼辦 那廠商投資跑 所以我們就趁著第一類A名 他們的A這樣一條高牆 或者用浮動型的 這兩者只能無邀請 大陸後來都是用高牆 那浮動型的沒有成功 這個陳桂光就是我們非常好朋友 他特別在探光底下做優位使用 我們就說 我們台灣的農地是非常寶貴的 能夠多承受優位 能夠多承受優位 有追著型的 這個是追著型的華裔公司 但是因為第一型的公司 激光效果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一直在修正 因為台灣的水汽連來水汽太多 燃光線沒有辦法 激光的能夠打到最大效 他現在不斷修正 我們是希望能夠提供有個練兵的機會 不能夠這樣想 理想性是什麼樣 必然是怎麼樣 所以在這裡 譬如先這麼久 這個純粹是有戰場長的 能夠解放 好 那我們現在把一些滋紅石 都連貫在一起 變成一個洋水中的一個光彩濕地 那我們現在在做一個微電碗 這個就是光彩濕地 那麼這個微電碗 我們昨天剛得到 製二城市當中 行政要給我一個特別講的 這個是八八水災的時候 那麼旅邊大橋因為太低了 所以大水就衝回了 所以這裡是塑災最嚴重 我們如今已經變成這樣子 鐵路高漿了 我們在這裡是生態檔 是這樣子 所以剛才有一個朋友說 他們在最後有南藏和地藏 那如果我們這邊用得到的話 我們很希望在這裡 又是大家有練兵的經費 那我們在這裡有一個能力促進 大概今年最大五月份 可以做好 它是整個風力 太陽光電 那麼載到電池的拔電 甚至柴油 甚至柳油的拔電 那我們在這個系統 讓我們整個有一個循環 這個水會打到乾淨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水弄到乾淨呢 因為養池 養泥池 台灣的養泥是無政府狀態 大家為了養泥 所以政府的角度來不及 所以就跟早期的台灣的工業區一樣 我們有 有 室內供水 能有室內的處理水 養殖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到底怎麼辦理 所以我們就聽出 這個地方就變成 那就是養殖廢水 能夠經過這裡 處理之後才出去 然後海水供應他們養殖 那這樣有一個好的行動 所以它這裡是多功能的 多功能的行動 那麼我們一直不想說 幾代有太陽光電 我們試圖讓林彬加東這個地方 已經有25MW的一個發電量 是否可以把這個地區變成 是一個綠色城市 也就是說這個地區所發的電 足夠這個鄉鎮可用 這個城市基本上 跟海灘 是能夠降低到最低的 我們試試看看 能不能在台灣裡面 創造這個綠色的一個城市 所謂城市 大家不要以為都以為說 一定是高樓大廈 一定有101 那我們是不是能給我 森林或者事物的覆蓋力 或者是交通的便利 生活機能的完整 以及綠色能源的深度在我們社群 深度在我們生活裡面 用這樣的指標來當作我們的綠色城市 歐洲都每年在明顯 是漢堡 這年是漢堡 去年好像是蘭特 很多城市都在增這個地方 它是很重要的 我這個城市 森林覆蓋百至七十 那我的再生能源 我用的濕地墊 這個指標很有趣 所以我們就試圖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地區 有一個維電網 也就是說 各種店能夠見面 能夠整合 那這個整合不是國家在做嗎 可是國家在目前為止沒有交代 你做不出來 花了很多錢 做不出來 上一次的能源會議 不是有個結論的結論嗎 他說應該是 燃料電池第一優先 太陽光電 可是那個結論有沒有執行 燃料電池沒有被執行 我們每一人有很多的氫就被耗損掉了 像台灣每一人有五十億地方的氫的排放 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可以氫 我們沒有把它純氫化 氫被工業使用沒有再用民生使用 可是日本已經把這樣的氫用在民生了 Toyota去年就宣布 安倍的第三支艦的核心就是氫經濟 所以去年宣布 今年的1月15號 Toyota送一部車給安倍 也就是說 他們已經經過我們嚴謹的實驗規格的定 已經沒有問題了 他們將來是會改變世界 也就是說 不是Hybrid Hybrid以前 是以前 這個油電輔合車 大家認為是不成熟的 你這個是不可能商業化的 可是今天沒有而已 在執行 這個油電輔合車 那麼氫的氫氣車 還是很多人在執行 說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 Toyota已經 已經散了 已經散了 那我們到底應該把台灣的氫用在 根治的 競爭汽車不可能 那台灣一定要做什麼 要走我們的摩托車 如果能夠把摩托車的這個氫灌了 也就是亞太燃了電池 就好像這個電池 這個罐子很便宜 就算鮮美原美就可以換 那這樣的話就會打破很多的這個台電 或者是石化工業他們所見過的層層戰略 我們現在就是要打破這種分散法 所以我們一直跟亞太 吸收很多亞太的經驗 他也帶我們去日本看了 所以他們的氫已經進入家庭了 進入到Toyota 我們還是怕 我們還在宣傳說氫不安全 什麼可怕的 所以他們在村莊已經有試驗了 已經慢慢接受了 所以我們用亞太的燃爛電池 他便宜試驗摩托車 我就在肯定讓他試驗 那麼這個數據 都已經有很多好的數據 就不會片面的 好 我們有亞太的燃爛電池 我們要把它整理到這裡面來 有生哲能的花電機 生哲能不是說V2會塞住嗎 整個80元已經會塞住嗎 麥當勞的V100 他現在所有麥當勞的炸油 他們就全部回收 回收成德製作 如今麥當勞已經試了一點多 沒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透過攻擊 IBM來跟我們協助 我們做一個維定網的一個嘗試 大概有幾年 有一個人提到網公 請大家來指定 好 那我們這個維定網大概是60K 60K的網 可能會增加 但是我們會一直拿增加 增加的部分 不到新的技術進來我們都很歡迎 這裡頭當然要有安全 基本上我們用後揮屋這樣架構 那邊中心環境教育平台 那我們在這裡很高興的跟大家分享 當時我們用浮動型的太陽能 也就是說如果沿水的時候 這太陽能不會滾掉 難而浮動 可是廠商大家沒有信心 沒有用過 所以 後來就放棄了 那麼有一個專門做 這個HPPE的公司 他欺而不捨 他一代一代的編發 編到最後一代 你看 終於得到專利 而且得到日本專利 那這個是非常有意義性的 因為 日本都敢做 這個已經在香川縣 我這個是在學校裡面做的 因為 那這個是第一代的這個太陽能 你看 那這個是 容易使用 但是江演展都去看 那麼立體適合使用 那我們這裡大概就是 開發 展到電視圖 甚至紅利發電 早期發電 好 那我們在推 早期發電的目的是 我們的 黃小翼都是進口 雞鴻在這裡 雞鴻在這裡 那個能源都進口 大家都把它算出來 能源在進口 是台灣的黃小翼 我的糧死板 這七死進口 那這些東西你不利用 這太可惜了 早期又對 比 YouTube的這個 這個強化更 更 所以我就 不能夠再這樣早期 這樣子 拼拔給它 飛掉 所以我就努力在 有幾個農夫 願意合作的 我們就請它 目的 將來這個早期 如果再拖流 拖流技術一直在改進 拖流好之後 它還變成氫氣 也可以變成 稍微存外 叫做氫氣 等於是 氫氣不一定要 在石化業產生 也不一定在氏捲的工廠產生 也不一定在鋼鐵工廠產生 原來在 凡是氧氣場 氧豬場 全部都有氫 氫我們就全部在地使用 所以再生能源 既然我們要分散的能源 就要 地方化 就要 以地方有什麼樣的 特色 特色 或者禀負 當然有很多人看不起氧豬 很多人看不起這些 這些氧氣等樣 如果我們這樣規範 它變得很乾淨 上面是太陽板 早期有豬廁所 動物哪裡也不會愛乾淨 豬最愛乾淨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內帶豬 讓它住在很不好的環境 我們可以用高級的豬舍 讓它活得很快樂 該宰殺的時候再宰殺嘛 屏東有一個信公 對對對 它要宰殺豬的時候 是這樣祝福快樂 放笑氣 放笑氣 在它聞到要吃東西的味道 它就是跑進去 還有 有時候 信惠爾文 引誘它 哇 一下子 豬宣傳說 引過去了 它沒有緊迫 才叫豬肉最好吃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讓豬 活在很很好的環境 上面太陽能 早期花電 然後我們這個豬肉 到時候我們要宣傳 我們要跟美國豬肉競爭 就是美國是一個大片土地 所以豬分量是倒替亂殺 可以分散在土地裡面 台灣的豬這麼小 如果我們這樣的豬肉 是一個利能豬的話 我們就要跟他們 我們豬肉的排碳是多少 美國豬的排碳是多少 如果這樣競爭的話 那我們豬肉講的就好 所以我們都要一步一步 努力嘗試 找些花電的目的在這裡 一方面它可以花電 一方面如果 脫瘤技術市場是 已經都在進步了 台大的蘇通人教授 生物的脫瘤馬是非常成功的 當然還要再稍微改進 那如果脫瘤成功中 它再稍微把它存化 跟你講清的話 清從北到南 不是攻略才有清 一般都有清 所以我們一直很期待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現在進步的養豬場 越來越多了 這是我們第一個養豬場 最成功的一個早期發展 那麼當時我們就一直在跟人力挺阿議 說你大量的經費在補助太陽光電 可是早期發展兩塊錢 你為什麼不能夠提高一點 如果你提高一點到四塊錢 這個兩千坨豬的養豬戶 它就有划算喔 那現在我們的利店 價格是多少四塊錢 如果你拿到四塊錢 養豬場 它又改善養豬的環境 又對周遭住家的環境都改善 那這個好幾得 我們政府為什麼不做咧 到後來我們大家朋友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都在試圖在要挑戰這個台電 或者既得利益的結構 我們大家各位這樣解釋 但是國家應該要有一個最高的一個設想 難道你一定要讓鄉下坐在到處聞到豬臭味嗎 這個時代我們可以不要聞到豬臭味 那麼小鍋具也不要那麼髒 那又環境改善 那我們豬肉又可以跟美國豬肉競爭 我們有什麼不可以 中國大陸已經在這樣做了 中國都會養雞場 他說養雞的雞份比雞好賺 他們養雞場的人 就是已經這樣這樣做了 在八點 所以我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跟 每一集阿姨的結果 他從兩塊錢提高到三塊二多 花費多久 一年半 不斷地跟他這樣子 argue 那後來他請委員會認為 早期發電如果經過發酵的 他才提高 如果是垃圾黑埋場的裡頭 他就不提高 但是提高一下 我覺得我們民間的力量還是希望 能逼鄭里逼台電 再逼到十塊錢 四塊錢的時候養豬場就會有利潤了 他就不要盡量 我就不用大量的水 來提豬SPA 哇 剩下的樣子嗎 這個豬SPA 用大量地下水 越多的水你就越不好處理 如果你就這樣早期有住廁所 那裡頭的發電效率就很高 所以我覺得我們民間的這個會議當中 希望能夠往這方面發展 來 好 那這個就是燃料電池的自動車 我們在恆春試驗 基本上他的數據都是很不錯的 一個摩托車就燃料電池的自動車 汽車 Toyota的輕燃料電池 它本身就是一個發電機 本身就是一個除能的一個東西 Toyota現在剛剛推出 它Toyota的成本跟一般的 汽車的耗煙的成本是一樣的 沒有特別貴 那如果一到規模化的話 它會更便宜 所以現在這汽車工業一定要抵死掉 要來抵制 這一種輕燃料的汽車 為什麼 這個工業一定要榨乾了所有它的設備 榨乾它所有的建構 整個結構都榨乾了之後 它才願意承認說 輕燃料也是可行的 我一直認為 輕燃料也是非常可行的 那我們的摩托車是低壓的 不是高壓 不是高壓器 也沒問題 那我一直在很擔心說 這個低壓器的材料是不是很貴 那是不是不安全 或者是不是用到很多很重要的材料 我一直這樣子反覆來探訊 它說沒有貴 但問題是 我們國家沒有決心要來推動輕經濟 台灣的經濟不是遇到瓶頸 那我們的輕經濟應該 沒辦法跟日本的Toyota競爭 我們要跟我們摩托車業者競爭 我們摩托車業者現在變成是另外一個 既的業者 它不肯輕易化 如果我們的輕是有那麼多 有五十二億的地方的輕 百分之七十的純度是輕 現在是用在工業用 六斤有沒有在用 六斤已經完全在用輕了 用在它工廠裡面了 中華紫漿在花蓮 最近亞太太紫漿跟他們合作 也是把中華紫漿 那裡的輕也在應用中 我覺得我們 有機會請看一下中華紫漿在花蓮 這個輕的應用 我這個是一個方向 好 那我們 墊是很難儲藏的 輕是一個儲藏的方式 早期花墊也是一個儲藏的方式 當我們很大的一個袋子 我們可以選擇 什麼時候切墊就什麼時候用 它比太陽光墊更方便 太陽光墊要看老天的臉色 烘裏要看老天的臉色 但是早期花墊我們就 它孤德爆發的 這時候我們切墊 我們就用早期花墊 大概我們有這樣的好處 這樣附補 那麼我們也在努力 把一些惡帝人在種壁麻 那壁麻因為它的油脂的熱量很高 所以它在生農民方面 它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能夠回國油 真的是要用在生殖裡 那麼台灣已經 事實上已經做到非常好的生殖柴油了 這種純度做得高 B100的生殖柴油 那裡頭還是會有放到一米的生殖 所以它還是會有 對我們的農苗還是有點小小拍子 好 那這就是麥當勒的 已經是100%至100%的生殖柴油了 那我們現在也到底怎麼辦呢 先介紹一下這個 日本已經完全結束了 這個運動型太陽在下船線裡 也要一萬個字 我們只要看 當時限制不能用台灣為泰文版 現在可以了 這個材料就是摩子化 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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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將來是一個無期 所以台灣教授學會一直在想說 我們到底怎麼樣 要每年一個GIGA1 你十點四個GIGA1要來替代 和一和二和三 你有沒有什麼配套呢 它想出來還是用太陽光電 那麼太陽光電當然要大命期 它一直說我們地方也要認知 就是來找一些地方來的 我們當然像剛才GIGA老師講的說 高速公路 荷蘭的高速公路 兩旁都是發電 都是台門版 台灣有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我們一直不放棄希望 這個是一代一代 模組化 不斷連接 2KW2KW不斷連接 就是將來廢棄的小鞋 操場 怕它發雜場 先不放這個 組裝快速 如果接著說將來這個操場用得到了 那麼我們希望將來這個太陽光電 國家要有方便性 不要說一下子都使用 或許特殊狀況之下 我們馬上已經移走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可以用 這個 台陽怕不怕 這裡它設計可以灌水進來 所以 根本不怕 是奇蹟的 你看看 因為時間不多了 但是我要最後要介紹的 大概就是 我說我們地方有地方的特色 我平常做了最多的香蕉 香蕉的金很重 水路很多 可是它不是好處理 你放了一百天它還不會爛 水還在那邊 所以如果能夠把它擠壓水出來 那又做 這個有機會 那 宏甲大使一個黃教授 他就有這樣的專利 可是這樣的專利 一直沒有實現 所以他們請香蕉的教授 提供這樣的制裁 讓他們做使用 香蕉的教授來 就說 他是不是我們地方正能夠跟他合作 所以我們也出了一間小圈 那 它炸出來的 香蕉製裏面的電解值是 可以存放九十天 如果 很多地方的香蕉裏 都是有儲藏的電解值 又可以發電 當然發電量要達到一定的規模 這都是值得嘗試 那我們在我們的 生態兩制期的能量中心 我們也是要準備來做這樣的使用 所以我們這個生態兩制期 是很希望大家如果有新的idea 想在這裡嘗試的話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研究 這個界面的整合 好 那我大概有我的 這個地方的想法 花天量不大 但是 點點滴滴希望能夠促成 我們能力的地方化 分散化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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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朝鮮長的分享 是一個解構再建構的過程 所以也是永續發展的弱勢 他就是希望 共善環境社會經濟一起好 那麼 林東做了一個開始 那麼非常高興看到 原來水果王國 未來水果都會發電 從香蕉的電解質 開始發電 這個倒是另外一個契機 所以我們 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來 邀請我們 高雄市的 來 遊光和自然之間的分享 高雄市的地方 就是有關 太陽方面的一些個案 聯盟的委員長 還有黃老師 還有曹仙長 還有一個 太陽光電系統統會的鄭波恩整理師長 我來自高雄 因為我們的環境 其實跟坪都不太一樣 那 自從再生的發展條例 98年 公布十次之後 我們 一直在這方面 在做 在推動 那 比較有 成效的是在101年的 101年開始到103年 那這期間 受到工會 各業界的一個協助 蠻蠻多的 所以在這邊 特別感謝 高雄的環境 跟坪都不一樣 高雄 有三大火力發電廠 它每個小時的排炭量 是 4791噸 高雄 是一個工業城市 它的工廠 林地 跟屏東不一樣 屏東是一個環境很好的地方 高雄都是工廠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 鐵機工廠 然後 高雄的建築物 有四十萬棟 其中 根據統計 早期是十一萬棟 有違章建築 那 佔鐵皮的 那個 那個量 是最多的 最多的吧 那我們再思考 因為我們是建築部門 我們建築部門 不是精華部門 我們是從建築物出發 從建築物出發 建築物它應該是有生命的 發生了之前的那個新竹到台北 到最近的桃園 花生火警造成能源傷害 很多都是違章的問題 很多都是違章的問題 從能源跟建築 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 是不是這一些違章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用光電來取代 來取代 但是 我發現到 很多問題 因為法律的問題 很多法律的問題 受限 受限了 所以造成我們沒辦法去推 沒辦法去推 那後來我們一直有跟中央 去跟中央建議 是不是能夠放寬法律 放寬法律 我們都知道太陽光電 設在建築物屋頂上面 早期是從1.5公尺 後來放寬到2公尺 不用申請這樣去照 可是你們知道 台灣的基礎建築物 大概有97% 那些基礎建築物 很多都是違章的 你怎麼設 你沒辦法設 所以 喊出來的是一個口號而已 沒辦法達到 陽光屋頂把它做 也達不到 真的達不到 那我們去思考 是不是應該可以放寬 2公尺不夠 因為我們都知道 南部地區跟北部地區不太一樣 南部它 夏天很熱 它 有時候會下牆降雨 所以屋頂 民眾習慣在屋頂搭建鐵皮屋 那那個鐵皮屋它不是真的 也不是說全部都是它要去做居住使用 有一些它是真的因為隔熱漏水 隔熱漏水 所以它必須要去搭 但是受限於法律 它根本沒辦法合法化 沒辦法合法化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我們跟中央建議 是不是能夠放寬 放寬它的設置高度 讓光電板不是只有發電的功能 它是能夠跟建築結合在一起的 它是能夠成為建築的一個部分 所以目前高雄我們在進行兩件事情 一個是高雄做 一個是太陽光電 這兩個計劃 我們建管部門 那樣的說 我們是會依照它的一個環境 一個氣候 來形塑我們的一個建築物 形塑我們的建築物 因為法律限制 中央的法律 建管的法律其實很多都是以中央為主 那我們都知道 你設置太陽光電 會建設到 能源的法律 電力的法律 建管的法律 其實這個法律 已經限制了很多了 你沒辦法去推 你真的沒辦法去推 所以我們去思考 是否我們地方 可以來一定一些突破中央的法律 那確實我們提出了六個法律 我們提出了六個地方的一個法律 這些法律從101年到103年 陸續的來定定 高氏濾建的自治條例 這是一個強制性的一個法律 自治條例 先說了你的一個權利 我們要求你建築 你特定的建築 你達到一定規模 你要設置一些濾化設施 太陽光電設施 雨水主席槽 或者是你用節能燈具等等 這個是強制的一個法律 那另外我們訂了一個高雄市建築 是太陽光電設施辦法 這個是放寬的法律 這個法律 讓光電板 從能源局的2公尺 我們放寬到4.5公尺 讓光電板 你變成是一個無價 你四周是透空的 你那個空間可以去冥用 可以種種花草 可以做休息 也不會去妨礙討生 那也可以鼓勵 很多的一個違章 能夠來轉型 另外我們最近 在去年9月通過 高雄市高雄挫 設計機鼓勵辦法 這個部分也是把太陽光電 跟綠化把它加進來 這個不是強制性的法律 它是一個鼓勵性的 但是 你可能做一些深陽台 或者甚至是太陽光電 會增加一些樓梨板 那增加樓梨板 你可能就是要 繳交一些回饋計 因為我們都知道 高雄市的一個財政是 最嚴重 應該是最嚴重的 基本上工部門 沒有任何的經費 能夠去做任何補助 我們每年提一些 要補助的計畫 補助的預算 都被砍掉 但是不能因為沒有經費 就不做事 所以我們從法令去著手 我們訂了這個法令 如果有獎勵到一些樓梨 那你開發商 你就要繳交一些回饋計 繳交一些回饋計 那這些回饋計 我們又可以來做一些 能源方面的一個 一個推動 一個補助 那另外還訂了一個 智慧建築 光電智慧建築標章 一個品牌化 品牌化 你如果 你的建築有設置這些設備的話 那我給你 經過優良的一個評選的話 我給你品牌化 那另外還有一個設置要領 推動小組 剛剛有提到 太陽光電智慧建築 會面臨到很多問題 其實我本身是念建築 我對光電不是很熟 一開始在建築的時候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 我發現到 這邊走也不行 那邊走也不行 太多問題了 所以我們後來 成立這個小組 把各個專業的工會 各個民間的機構一起找來 他們面臨到什麼問題 跟我們提出來 我們去開會 去訂法令去解決 訂法令去解決 一步一步的來走 一步一步來走 當然現在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完全走完 還會持續的再走 另外在前一陣子 又訂了一個 要設置太陽光電 如果涉及違章的話 怎麼去處理 我們都知道太陽光電法 不能設在違章建築上面 你必須要設在 合法的建築上面 但是違章的部分 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水平的違章 你可能你的建築率 你蓋了50% 那你50%的空地 你可能又搭了一個瓶子 大姐姐 或蓋了一個廚房 那你合法的建築上面 要做太陽光電 那又受限到 建築法規的一個限制 因為你 你上面要裝太陽光電的話 那你因為旁邊有違章 那你又不能設 這種情況 在台灣很多 在台灣很多 所以我們訂了這個 處理原則 處理原則 你只要不影響公共安全的話 可以不去考慮那一塊 你還是能夠設置太陽光電 鼓勵民眾來設置 那 除了反應之外 所以我們還是要正 地方正要推動的決心 所以我們城市長 也很有決心 就是要推動這個部分 綠色那裡的部分 那我們也訂了補助的計畫 訂了小的補助的計畫 那另外還有 透過工會的協助 有這個所謂的 沒有平台 沒有平台 這個工廠 就是工廠 我們剛剛提到的 綠建有資條例 綠建有資條例 是強制性的法規 你哪些特定建築物 必須要設置哪一些 能源設施 綠化設施 其中 我們綠建有資條例 有提到 你如果是工廠類的建築 你的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 那你的屋頂 就必須要設置二分之一以上的 太陽光電或屋頂綠化 強制性的 一開始訂這個法令的時候 因為這是一個自治條例 要經過議會 要經過議會 訂了這個法令的時候 一開始 實施很多 很多那個廠房的業者 開始抗議 開始抗議 為什麼 因為他要做工廠 他為什麼要做太陽光電 可是就政府部門 就政府部門來講 現在 你工廠是排炭大部分 你應該有責任 有義務 要能做一些 回饋的部分 那一開始 其實最早訂的一個法令是 規定你工廠設置的話 你的屋頂面積必須要有五分之四 要設置太陽光電 那個更嚴格 那後來 後來 後來 業界認為我們在反商 在反商 那支持我們的那個議員 因為原本支持我們這個條例的議員 也被 被業界所謂的攻擊 被媒體攻擊 後來 有啟動修法 所以才加到二分之一 加到二分之一 所以這一路走來是蠻辛苦的 但是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怎麼講呢 工廠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早期 你如果 你太陽光電設置 未達30K碗 你是不需要競標 達到30K碗 你要競標 你要競標 那你要競標的話 你一定要價格比人家低 你才標得到 才標得到 那 要求工廠要設置太陽光電 因為 他的一個工程在進行 在進行的時候 你可能會被 你可能會被太陽光電 這個 申請的程序 有沒有得標到 所卡住 所以業主很反彈 不做 可是後來 後來那一局 有經過我們的一個建議 經過我們的一個建議 你只要依照地方知識條例 規定有義務要設置太陽光電 都免競標 所以目前 目前 就高雄市來講的話 你只要在高雄市的 工廠 設置太陽光電的話 不需要競標 以前我們聽到都是 都是反對的電話 現在很多業主都打電話 啊 那個 我如果設置多少K瓦 是不是可以 不用競標啊 現在他很開心 因為法律已經逐漸在鬆綁了 你只要一個政治條例 因為你工廠的業者 他可以把屋頂出租給系統業者 那他可以 他可以有一筆收入 那也不需要去記錄 不要系統業者 也很開心 所以 都是在法律上面 能夠去做一些 鬆綁突破的話 慢慢的還是會有所成就 那這個是建築師太陽光電 辦法 我們放寬到你建築屋頂 4.5公尺 可以不用記錄建築容積 跟建築高度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放寬呢 我們都知道 蓋一棟建築物 它有所謂的建築率跟容積率 容積率 就是你可以蓋多少樓梯板面積 可是就建設公司來講 我樓梯板面積蓋的越多的話 我可以賣的越多 我怎麼可能把樓梯板面積去做太陽光電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們就放寬 放寬 你設置在屋頂上面 高度在4.5公尺下 四周透空的話 這個部分 可以不用記錄容積 所以就 有很多建築空間 開始就有意願 有意願想要去設 它就可以跟建築物結合在一起 跟建築物結合在一起 那另外底下這個是我們 最實在推的高雲錯設計板 高雲錯的一個設計板 加入了一些太陽光電 還有遮陽 深陽台 所形塑的一個建築 我們希望高屬的建築物 能夠有它的一個特色 它的建築是有生命的 它能夠有綠化 有再生的綠 剛才我提到在推動的時候 會面臨到很多問題 那很多事情不是政府滿著幹的 不是所謂的由上而下 應該是由下而上 所以我們 結合了各業界 包括 那個太陽光電的相關工人 我們跟他們討論 設置太陽光電會面臨到哪一些問題 請他們提供給我們 我們一一的來解決 另外你太陽光電 你要簽證的話 因為它的結構必須要做簽證 那公會 系統公會那邊 簽證費用太高 那我們也找公會來討論 是不是能夠 降低一些費用 讓民眾 有醫院要去設置 我們都知道 蓋動房子 或者是設置太陽光電 你要設置雜照的時候 必須要委託建築師 可是委託建築師 費用其實是很高的 我舉個例來講 你一間透天 一間透天的房子 你如果屋頂要設置太陽光電 依照建築法會來講 是要委託建築師設計的 可是它其實的一個 一個設計的難度 並不是那麼高 但是你必須要委託建築師 這個委託一個費用 我們那時候有 跟我們地方公會去詢問 大概是十萬塊 可是你民眾 你屋頂裝了五六塊瓦 你又花十萬塊給建築師 去做一個設計簽證費用 他當然不要 那後來我們也是從法令去放寬 我們從我們的建築管制 調理去放寬 你如果你的太陽光電的一個面積 在一百平方公尺以內 他不需要建築師簽證 他可以由系統業者去代辦 這樣放這方面 又能夠鼓勵到民眾 有意願來設置 那另外我們也有所謂的服務窗口 跟民眾宣導 我們的單位裡面也有住點服務 民眾打電話來 我們就會可以派人去健康 去幫他看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屋頂 是不是適合設置太陽光電 可能旁邊有高樓 或者是旁邊有一些遮蔭 不適合 那適合的話 我們會跟他建議說 一定可以來裝設 甚至幫他評估 所以我們這個有一個措施 那另外建築開發 統一構本 建築開發商 所以建築開發商 他在推動 在高雄很多都是透天 很多都是透天 那我們看 如果你那些透天的 你如果不去設置太陽光電 那未來是有一個狀況 大地主 打鐵禮物 我之後一定會打鐵禮物 那我已經有產生了 那我們何不鼓勵建商 一開始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能夠整體設計 能夠整體設計 所以我們也跟他們做了很多宣講 甚至我們專程幫他們 他碰到什麼法律 我們幫他解決 我們幫他開會來解決 那另外還有金融機構 朝期銀行是不貸款這一塊 那我們也跟銀行界來反應 甚至我們高雄有所謂的高雄銀行 那也有一個小蝦女貸款 太陽光電現在目前的一個1K網 大概也要七八萬左右 七八萬左右 那你 屋頂如果裝了五六K網 你民眾要拋個大概四五十萬出來 四五十萬 民眾可能一開始不願意 不願意 所以我們有這個貸款機制 有小蝦女貸款機制 你如果願意做的話 高雄市政府 這邊願意帶給你 用地域的 最高的是六十萬 鼓勵民眾來設置 所以我們有這個所謂的一個貸款機制 那另外 我們也有做一些所謂的淨土 因為我們都知道 太陽光電你如果要跟建築結合 我們透過淨土的方式 學生的創意是很多的 因為我們的腦袋可能只想到 太陽光電是設在屋頂是示範的 可是老不好它有很多創意 所以我們也結合這些學生 社團、學校 來做一些美學的一個創意 另外我們也希望 我們農業設施工廠建築 未來能夠 能夠設置太陽光電 但另外我們所謂的光電沒有平台 剛剛有提到 一開始 那個太陽光電在推動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濾鏡有支條例 民眾會認為我們再反賞 或者是 我們跟民眾宣傳說 太陽光電有多好多好 可是民眾也不知道 他也找不到系統廠商 他也不知道哪個安裝業的可以幫他做 那系統廠商也可能是 有一些是比較好的 有可能有一些是比較沒有經驗的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 透過一個媒合平台 我們跟相關工會來結合 有這個平台 讓民眾能夠透過相關的資訊管道 能夠了解到太陽光電是什麼 它的一個好處在哪裡 它的一個價格在哪裡 那另外我們也有建設所謂的 專 我們的那個 在我們的系統也有 建設專網 宣導這個太陽光電 裡面有一些資訊 民眾都可以透過這個資訊來做一個了解 其實有時候不是地方 地方的法令定了之後就可以通 就可以很適合自己 因為有一些東西還是卡在中央的法令 我剛剛有提到 我們從能源局的兩公尺 我們放寬到4.5公尺 放寬4.5公尺 這個是要經過內政部 內政部那邊的統一 因為那是屬於設置在建築上面 它的一個主管機關是在內政部 在內政部 我們花了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跟內政部溝通 還跟他們做簡報 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有什麼的一個想法 在高雄要怎麼去推 我們大概花了一點時間 突破到4.5公尺 那後來 後來能源局有看到我們突破 那也有中央民意代表去跟 能源局跟引建署那邊建議 是不是可以放寬 所以後來才放寬到3公尺 3公尺 所以我們引動的 重要能夠去放寬法令 那另外 再生的設備這個部分 地方的建設公司 它在蓋後天的時候 它是整批去蓋 整批去蓋 可是它這次太陽光線的時候 它未來是建築一棟一棟 去賣給個別的住戶 可是在能源局的法院 它必須要去合併計算它的一個容量 那合併計算容量 會卡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競標的問題 第二個是 鈍垢費率的一個問題 鈍垢費率的問題 那我們也建議中央人來修法 所以你如果經過地方 主管機關的專業合組的話 它是可以 不用合併去計算 所以這個又能夠提高 開發商的一個設置意願 開發商的一個設置意願 那另外 剛好提到 你打到一定規模 必須要建築 這個我們跟能源局反映 所以你依照地方制度條例規定的 你就不需要來 來建築 不需要來建築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高榮錯移號 在大兩地區 這個它應該是屋頂 這個是應該是屋頂突出 這個是屋頂 那我們放寬的 可以設置太陽光電 那它如果整體設計的話 就是把太陽光電設立起來 如果這一塊沒有 開發商一開始沒有去建築的話 未來可能這邊是採光照 或者是鐵平 那我們為什麼不在這個時間 一定把它做 就都市的一個景觀 就消防安全 防火避難 它都是有正面的 它都是有正面的 那另外它可能會有一些綠化 我們再推 所以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或露台設置太陽光電 有時候光電會收到遮蔽 那遮蔽的地方 可能會有 你可以搭配一些綠化 搭配一些綠化 那這個室內的一個空間 它可能就做了一些綠化 讓整個建築它是有生命的 它不是一個殼子而已 不是一個殼子 這是高雄錯移號 我們 放寬它可以設置太陽光電 它太陽光電就跟建築結合 這個空間 它的底下應該是那個露台 應該是露台 你如果沒有放寬的話 它這個 以後就是鐵壁採光罩 沒有其他樣子 那你如果整體把它設計起來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高雄錯 它就是一個 視覺景觀很好的一個建築物 那美容地區 美容地區也是一個很可愛的地區 它是鄉村型的一個城鎮 它有很多矮房子 它有很多邪屋點 那我們也深入去推動 接著我們推動去鼓勵 那甚至也有在地的行動廠商 在那邊推廣 所以美容地區實在我們高雄市 應該是申請建築 最多的一個小型的太陽光電 無論是龍舍啊 住宅 甚至是學校 它如果 總空間把它建置起來 就一直在那裡 這個 這個 就是所謂的 剛剛提到的 所謂 放快道市田有公司 建設公司所蓋的太陽光電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是鐵壁 它為什麼會是鐵壁 因為能源局的法律 當初 當初還沒有放寬的時候 它必須是合併計算 那合併計算 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競標 跟購費率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它就沒有設 它就切開 那切開之後 房子賣給租戶了 租戶就是大鐵 大鐵 所以如果開發商能夠整體 去把它做設計的話 嗯 用法律 用鼓勵的方式 去協助它 它建築的形態不一樣 這是我們柏鵝地區 柏鵝 柏鵝 在那個 高雄港邊 它以前都是台塘 或者是 那個 那個 高雄港屋局的倉庫 那現在我們文化局 那邊在做推動 在做這種 舊建築的一個在利用 那 這邊其實是很美的地方 那文化局也 接受我們的建議 把屋頂出不出去 把屋頂出去 不僅翻修這些舊的屋頂 還能夠設置太陽光點 它目前做的這兩個區域 那屋頂區域會把它建置起來 你如果不做的話就是 像後面都是很多鐵皮 很多鐵皮 那我們剛剛說設計 鼓勵回回辦法 有定了相關的配套措施 你可以做一些深陽台 或者是濾化 或者是太陽光電 那這些有一些是有獎勵容積的 那獎勵容積的 它可能就是要腳腳帶去 我們再去做一些 一些其他相關的能源的一個推動 那其中 有規定 你必須要設置雨水主題 設施 我們都知道 台灣大概 每年有2500公里的一個降雨量 是世界的一個 大概是10倍 可是我們的一個 每一個國人可以使用到的水量 大概是14.28% 14.28% 在全球來講 是缺水果 第18米 第18米 所以我們剛剛說 除了針對 濾冷的部分 濾化的部分 還有一些 雨水主題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 改造環境 改造環境 這是國外的案例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建管法令是 陽台是設置兩公尺 不用記錄建築容積 不用記錄容積 那兩公尺 你可能那個空間 沒辦法行作出一些 深陽台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參考國外的一個案例 希望這個陽台能夠有一些 有一些景觀的效果 綠化的效果 所以我們方寬到 你可以設置到三公尺 設置到三公尺 這個法令 我們已經公布實施了 那現在送行政院那邊來備查 還沒有備查 還沒有備查 那依照我們這個 剛好錯鼓勵 剛好錯設計鼓勵回饋辦法 我們統計 統計 一年 預計可以 可以收取這個 回饋性大概是一兩億 我們定一個法令 大概可以收1.1 那剛剛提到那個 預計五支條例 如果 如果業界開發商 他選擇不做的話 他必須要繳繳代金 那個是代金 這個是一個回饋金 所以我們就有 有機會 能夠來做一些 能源的一個推動 那另外 我們也跟國內外很多 相關的一個 業界跟工會 來簽訂MOU 像EASB 還有 日本 甚至 那個我們國內的三大 集中工會 甚至還有 SENI 每年舉辦的 光源的一個 光源的長堂 SENI 在參與 那個相關競賽的部分 蘇惠世代雜誌 他每年 他在2014年 有舉辦 所謂的 綠色品牌大料廠 那我們都知道 屏東縣 其實這個部分 已經連續 得了很多次獎 那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提出了 那個 永續綠建築 改造環境的一個 運動 那在2014年 我們也獲得了 綠色城市的一個首獎 我們提出了七大政策 就是高雄錯 綠綠化 太陽光電 空地綠化 等等其他政策 那我們也獲得了 一個 一個綠色城市的首獎 其實獲得這個獎 其實是 不容易 不容易 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結合了 高雄地區的一個 大專院校 跟其他單位簽署 MOU 另外我們也發表了 論文 國際的論文 在102年 去中國上海 我們也派我們的同仁去那邊 發表論文 那在去年的11月 去年的11月 那個永續 永續綠建築 協會舉辦的 那個 SW14的一個發表 那我們同仁也派同仁去 我們也投了十天路 十天路也在西班牙的 巴塞隆那裡做一個發表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自己悶著做 不是只有自己悶著做 然後也有舉辦所謂的淨土 讓民眾能夠參與 啊 除了國外的 剛剛的那個 除了剛剛的綠色鐵牙以外 我們在國內外也有獲了一些獎項 例如國際移居城市獎 我們就用 永續環境改造計畫 包括太陽光電 綠屋頂 地底綠化 高通錯誤這一些 我們也在 也在2013年 獲得贏獎 獲得贏獎 那另外 中央行政會舉辦的一個 所屬中央各地方機關建立 及建立制度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他們也都會舉辦 你如果地方政府 有一些好的建立政策的話 可以跟他一起報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 當年 在105年 也獲得了特等獎 獲得特等獎 那台灣健康城市這個部分 連續了102、103年 我們以綠光計畫 也都獲得了健康城市獎 那103年 參加第二十屆的 建築演員獎 我們也獲得了 那個 建築演員獎 剛剛有提到的 那些 那些 那些部分 其實我們剛好是 創造了 很多的一個先的典範 除了剛剛講的 全國所創的 自治條例 辦法以外 那我們也有所謂的 相關的一個典範 包括 圍建屋頂轉 圍建屋頂轉的光電 但本來是 圍張界的部分 把它轉化成光電 這個也是 這個是最近比較新的 比較新的 那圍張的部分 能夠轉成光電 那是做透空 那你 也有全國所做 高度四點鐘公尺的一個 太陽光電 就剛剛講的那個社區 它底下它其實是可以做一些 綠化休閒 綠化休閒的空間 另外這個是 這個工廠 這個工廠比較特別 我們都知道 一般的工廠 它的屋頂是鐵地 一般差不多是鐵地工廠 有一些是R7的 那這個工廠 它是直接用光電板 所謂的VIPV 把它當做它的一個屋頂 它有它的一個技術 它這個不會漏水 底下也不用開太多的燈光 它會有自然產光 很明亮 很明亮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 自己舉辦 在我們的山林區工所 我們自己 自己去 去建築的 太陽光電結合的VIPV 所謂的光電農流 它是一個區工所 你可以讓附近的老人家 可以去那邊 去種種它的一個磁災 可能種一些蔬果 去燃養 那這邊有一個光電板 底下可以有一個休閒的空間 可以在這邊聊天 我們都知道 在都市地區 除了公園以外 其實老人家 沒有太多的地方可以去 因為都有都市化 你如果屋頂 有這些空間的話 慢慢一個兩個三個 這個就是他們所謂的活動場域 可以有一些交流 那另外這個是大樓 學員機場 大樓 檢驗機場 它這邊設了大概2.3M的太陽光電 不光是那個捷運廠站 甚至佐雲高鐵 屋頂也都設置了太陽光電 連小港機場 現在在做了 也做了一部分 也做了一部分 分成五類 那地類到第四類 它可能必須要設置一些 屋頂濾化太陽光電 隔熱這一些 只有第五類 第五類它是屬於 你建築物如果要變更用口的話 強制要求你的 你那些燈具 必須採用非高耗你的 其他都是 一之四類 就是要求要設置這些設施 那我們根據統計之後 它有蠻多的一個效應 光綠建築基金 我們就可以收了大概1億 這一年半的時間 就可以收了1億 那這一億的部分 可能來做一些 另外的一個推廣 或者是補助 或者是補助 那可以 甚至還可以節省相關的一個墊費 墊費 剛剛這個是經過 一年半的一個統計 那根據統計之後 我們把它轉換 每年年度 大概 預估的一個效應 在節省部分 不使用高耗冷燈具 那每年就大概有 10萬8千度 10萬8千度 太陽光電 那個 預見物質條例 它規定的項目是這一些 它可能是要設置會高耗冷的燈具 設置太陽光電 設置物體濾化 外殼 必須要有耗冷的一個設施 必須要採用省水電器 或者是雨水蒐集的一個設備 等等這一些 那我把它統計 太陽光電 大概 只有用這個知識條例 用這個知識條例 4M多 4M多 其實是因為 能源水蒐集還沒有放寬法令 還沒有放寬法令 才這麼少 現在它已經不用競標了 不用競標這個量 會突破很多 會變很高 這個是蠻可觀的 因為它知道高雄 高雄最多都是工廠 高雄最多是工廠 那屋領域化 每年大概會有 1萬5千平方公尺 另外 空調可以減少到 10萬8千多度 大概 根據統計 在台灣每年每年 它的一個用水量大概是100噸 100噸 那如果使用這些省水器具的話 就可以節省到 17萬5千多噸 包括還有另外其他的設施 雨水組織的 並不是只有這一些 這一些 除了能夠發展 再生人員 還能夠防洪介入 這是我們針對建築的部分 去做的一些改造 剛剛這個是濾性五次條例 那接續的這個是 剛剛我們做設計及鼓勵 會不會有辦法 兩個法律是不太一樣的 一個是強制性的 一個是鼓勵性的 那鼓勵性的 你設置的話 可能也會有產生 這麼多的一個效益 你可能 你的 濾化 濾化面積 每年大概會 這個是 以申請建造量的五分之一 申請建造量的五分之一去計算 你每年可以 屋頂另外可以設置大概七萬一千 大概約十一座足球場 十一座足球場 那太陽光電 可以達到 那個十八萬多噸 可以達到那個 十四Mega 應該是十四座試運組場館 一座試運組場館 它的太陽光電量 大概是一Mega 所以這邊可以大概可以有 十四座的試運組場館的一個量 那個量 那另外還有減碳的部分 它減碳可以達到 那個 一萬六千 六百一十九噸 大概可以 相當是一百六十六萬 顆的一個橋 這個數字 是我們委託的單位 所統計出來的 那另外在滋孔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必須要設置一些 雨水主義設施 滋孔的部分 大概 你大概可以約有 十二座的一個 保月裡的滋孔值 這個滋孔值 大概是十萬一萬公尺 十萬一萬公尺 十萬一萬公尺 那至於太陽光電的部分 至於太陽光電的部分 我們一百零一年開始 有相關多的一個法列之後 這個量一直突然猛進 一直突然猛進 當然這個量可能跟屏東縣還是有差 因為屏東縣其實在農業的部分 這個還蠻多 那現在雲林縣 雲林縣也蠻多的 雲林縣很多農業設施 很多農業設施 很多農業設施 很精彩的個案 遇到問題 好 對不起 因為我們的時間 不然怎麼樣量的案子 就是 在有續發展的脈絡裡面 還有一個制度 所以它有創新的平台 然後底下還有創造友善的 就有可能採訪 很多的行動 就這樣來回家北地 那因為我們 等一下會有綜合論壇 那現在有茶序 所以我們是不是 就等一下再一起助理 所以我們是不是再一次掌聲 歡迎兩個都市的 非常精彩的個案 然後來互相努力一下 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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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